梦演化与价值完成 卷二 塞斯ESP班语录 罗著 当我们在1975年3月从埃尔摩拉城里的公寓 搬到城旁的坡屋时 真就正式结束了他的ESP班 这些语录是从他在坡屋里 透过塞斯给来访的以前学生们的课里摘出来的 你是自然的一部分 那就是你的旧书 不论你如何尝试离开那架构 你仍存在于其内 所以你在其他层面与地球沟通 纵使你拒绝觉察那个沟通 你帮助地球存活 不论你有时会如何的否认那个遗产 1977年2月11日 你们吸进的每一口气息都是有品质的气息 所有你们需要做的只是了悟到 你们的每一口气息终究会到达宇宙的边缘 而支撑住你们的世界 1978年12月12日 现在创造能力不只帮助你写书画画弹琴及作曲 你能活下去大半要靠创造能力 你的细胞是创造性的 你活着是因为你想创造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创造性的 你创造性的自己 你自发性的创造性的自己 那个透过你的冲动而谈话的自己 使你活着 1979年9月29日 真的诗 在写这些诗的四年半里 真都没给我看过 它并非故意不让我看 一方面 那些诗像是随手写下来的东西 在它的日志里 办完成并且没给人看 直到我开始为本书《俊二》的前沿 找些新鲜资料时我才发现到 另一方面 它们包含了深而私密的洞见 从他自由的 好奇的儿时渴望 以及直觉的知晓 到他目前身体受损的状况 我们所谓他的泪风式的症状 而一直到他死前最后的作品 我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启示 激起了源源不绝的忧伤与质疑 当我写这片东西时 我忍不住哀悼之情 我告诉自己 若我在真写的时候看到这些诗 也许每一次都会更了解它一点 在那些年里 也许能帮助它比我曾做到的更多 在同时 对我而言 那些诗如此新鲜而且一致 好像它才刚写完一样 而当我重读时 我再一次地了解 我的太太仍在教我 有关她的勇气 以及有关我们每个人分别 而又共同在分分秒秒创造的宇宙 之不可说的 无穷无尽的神秘 我给每一首诗短评 然而拼字及标点 永远是真自己的 第三首是它唯一正式标了题的诗 这是一首关于她对她所居住的世界 那神奇的儿时反应的诗 看似简单却极为感人 真从那观点预示了四分之一世纪后 她在赛斯资料里表现的天生知识 当她实际上在写那首诗时 她身体上的症状已经有大概九年了 为了她自己创造性与挑战性的理由 她允许那些症状深深地根植于她内 而认为她是从那范畴 汲取了这首诗的灵感 主啊 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 当我以肌肤清处 每个新鲜的早晨 而跳跃在 斩于黎明与五间之浓密的 思维森林里 当午餐 摸树般地放在我面前 主啊 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 当我是如此新鲜 以致我想我是早晨的一部分 我不想入睡 因为害怕世界会消失 但新的日子来了又来 旧的日子逐一溜走 却永远被补充 主啊 让我记起从前的感受 当我以鼻摩擦早晨的空气 想着我可以摇动一片远处的树叶 正如我摆动自己的耳朵及足指 我想我引起雨落下 正如我眼中落下的泪 如湿我的面颊 而我的思想转变成云 环绕在我头顶 1974年9月 我并没想到四年前 真就在异想离开物质石像 若我知道 我会觉得困惑 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 当时她47岁 我则大她10岁 在1980年4月 我发现这首诗时 正在那时写说 它借由触及我的手臂 而从我这儿汲取力量 它触及了我的心 当雨落太阳开车时的灵感 一天 我正走过世界 几乎决定不再停留 当我看见你站在那儿 在时间里掀我十年 在空间里却如此靠近 所以我伸手 触及你的手臂 1976年4月26日 我太太有这么多精神上 与肉体上的挑战 她还能写一首 对大地谦逊致谢的诗 真了不起 那是我发现这首诗时的 第一个念头 那时真以一种深深的 直觉的 及心灵的天真 爱着物质生命 而她仍然如此 我不知道她怎能 比在这儿更清楚 简单而美丽地 表达那尘世之爱 然而对我而言 这首诗也包含了 许多其他层面的意义 给大地的信 我已淋漓尽致了 你的血的甜蜜传承 就像其他的生灵 我也生自你的力量与慈善 受赐享有你的本质 让我谦卑地致谢吧 因为你的爱之滋生 从不知偏思 1976年 这首她一年前所写的诗里 真不仅在谈她的工作 转成不可避免的 文学的 物质的形式 并且也重申她的信念 及她个人化的意识 在她肉体死亡后 还会活着 然而正如在这个系列里的 第一首诗中 在约四年半后 她仍在想着她的死亡 我现在明白 既然她选择了她一辈子的挑战 那么这种想法 在真为她自己创造的实相里 将继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我一直在将我的人生转成文字 有一天会完全住在写下的名词 及母音里 干净的段落 蒸馏自神秘的生命岁月 甚至在死亡之前 我计划我心思的安息之所 仿佛在思想的成品里 生起了第二度生命 没有眼 手或血肉 却超越了在大脑的小范畴 自给自足 终于真的活了 像个心灵的气球 通过未被探索的天空 终于走上了安全之路 当抓着气球的手 放他走了 1979年4月17日 罗旭 当我一旦发现 梦进化与价值完成 将会长到必须分两卷出版时 我开始想 我该如何综合 真塞斯和我贡献给卷一的所有资料 我有一个滑稽的想法 就是如果我真的 照我想做的样子去做 这序就会与卷一一样长 然后我觉悟到 根本不需要给卷二一篇 长而详尽的序 之后我就松了一口气 真正需要的是 读者在深入卷二前 先好好地读读卷一 没有别的更好方法 去了解那第一本的复杂主题了 不过 借由在此提出 赛斯 真 我自己 以及我们在Prentice Hall的编辑 谭穆斯曼的三段小资料 我可以有助于起始这个过程 然后我会补充我自己一些后来的评论 在真和我完成了卷二之后 谭写了一封信给出版社的主管 当真和我努力地准备这本书的出版式一时 谭及出版社的其他人 曾非常耐心地等了好几年 在那段时间里 没有一个人曾对我们施压 要我们赶快完成的工作 我们对那份自由深为感激 谭在信中热心地推荐这本书的出版 我认为他非常利落地交代了 我制作这本书的方式的目的 这本书值得我们等这么久 它事实上是三本书合在一起 其中两本是赛斯明一直在等待的 而第三本则是个未预期的获得 由赛斯口寿的稿子 赛斯书的核心本来就够好 但罗又加了一个详细的 令人伤感的报告 描述拥有这么多心灵与创造资源的真 为何陷入身体上如此深的痛苦 读者来信频频询问这个问题 只说罗关于这点做了一个完整 而谨慎的报告就够了 而结果虽然不一定是很轻松的读物 回答了赛斯读者一直在问的 不易回答的问题 赛斯资料也不止包括了书的口寿 还有关于真的病情 很多中肯的私人资料 以及其他平行的课 所以归根结底 《真·罗伯兹书迷》 将被给予赛斯系列中最好的书之一 本书提出切答复了赛斯整个作品的 意义的切要问题 我对这本书的热情 只被真的受苦 及罗茫然寻找出路的必要记录所冲淡 所以这书不只带有一丝悲剧的气息 却应该不致令真的读者却步 他们知道那些事实 而现在渴望知道那故事 事实上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这本书能尽速出版 最后 谭穆斯曼写道 我在本书里的某些 关于真的个人挑战的描写 是令人伤感的 当然 谭说得对 他们是令人伤感的 他们击中我们对疾病 及残废 甚至对死亡的恐惧 使得我们有意识地 面对那些可能性 而在同时 他们又完美地反映了 我们同样深的 内在需要及渴望 在本书里 我尽可能清晰地报告 真与他身体症状的奋斗 我也要求每个读者 最佳的洞见 及最深的了解 纵使那些物质 并不容易被唤起 但在我看来 要了解赛斯资料 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必不可少的 我很久以前就发现 真了不起的创造能力 是如此地与他个人的挑战 密切相连 以致他们是不可分的 我俩都从来没兴趣 只弄出一系列的神通书 而没有那些 在我们一辈子里 累积起来的 所有人性的 且深的细节 那丰富了 分分秒秒 日日月月 且创造了我们 浑然整体的一生 我也相信 以一般的说法 在世上每个活的存有 都在从事 这样一种充实的过程 而为独特的个别目的 裁剪它 显然 以更大的说法 真和我相信地球 的确 宇宙本身是活的 我的确觉得 那充实的一部分 涉及了一个全球性的 并且可能是宇宙性的 治愈行动 而且每个生命形式 都有所贡献 至少在地球上 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这重要力量 在一个无穷尽的 重生的伟大合成里 支持着我们 然而我们还没读到过 任何有关这个的东西 至少没看到 有用这种说法来写的 我们人类应该研究 全球之欲 这整个题目 因而我们能用 所获得的知识 把我们导入 思想与感受的新领域 以她自己创造性的方式 真做的就是这个 她身体的症状 是她个人及我的奋斗 以及我们共同的 不完整知识的路标 以她的成功与失败 真为许多人带路 纵使她 我还在试着学到更多 然而 即使有我的帮助 我太太所走的旅程 仍是极端寂寞的 由着全球性的 治愈过程 越出的形形色色意识 必然真的是 没完没了的 永远具创造性 永远向前看 第七章 基因学及转世 天赋及缺陷 广大的基因 及转世规模 自由者和残障者 你们人类 生为一个族类 包括了白痴及天才 愚人及智者 运动员及畸形人 美人及丑人 以及其间的 所有种种不同的人 那么 有真的 无穷种类的 基因文化在运作 而每个都有 它们的位置及理由 并且每个都 切合那整个画面 不只是人的 实相的画面 并且也是包括了 所有自然的 地球实相的画面 你们的宗教概念 常常告诉你们 天生畸形 是父母的罪 投在孩子身上的结果 或涉及了一种 叫做业障的惩罚 以生物学的说法 人们谈到 来自好的种 或坏的种 而甚至那些标示 也暗示了道德判断 转世的整个概念 也曾被其他的宗教观念 大大的扭曲了 转世并不是一个 由罪与罚组成的 心理经济场 再次的 在你自己既定的特性下 你在你生命的状况里 是有自由意志的 人类了不起的 才能和适应性 是依靠基因的精确性 与基因的自由之间 令人惊异的互动 人类之非常具特征性的属性 那可靠性与完整性 是依赖经常的制衡 即人类可以拒之度量 它自己不同特性的存在 人类也永远处于 在其基因库里 保存上百万的 特性的过程里 那些特性 在种种不同的 偶发事故里 可能会用得上 而就别而言 当然 在许多种的病毒 与人类 及其他族类的健康之间 有一个联系 创造性改变的可能性 必须永远存在 以保证人类的弹性 而那弹性 可以以许多方式显现 以你认为是畸形 天生残障的情况 或和任何假设的 身体标准不同的变形 你们全都看起了相当相似 一般而言 都有一个头 两只手臂 两条腿等等 这种不同或变形 在某个层面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 你可能有 比你该有的 更多或更少的手指 或一双手有两个拇指 或其他任何被认为 是畸形的状况 也有精神上的状况 不像其他人那样 用推理心的 所谓智障者 再次的 也有身体上或智力上 非常有天赋的人 他们有时仿佛在 自由程度上 离凡人那么远 就如白痴在另一端一样 所以当我们继续下去时 我希望给你们看 所有这些情况 在个人与族类的发展上 所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较小的活动层面 这种差异 当然会为你所忽略 你并不知道 你是否有任何不好的基因 除非它们的效应显现了出来 事实上 在微观的层面 并没有所谓 符合标准的东西 而根本无法以安全的肯定 去预测任何基因因子的发展 你可以做集体的预测 并且整体的做某些判断 但因为还涉及了其他的因素 所以 任何特定的基因因子 无法就其发展 被精确的预测 这是因为其活动也涉及了 不在你们的任何计算里显现的关系 当你透过你人生的经验 运用你的自由意志 并且经常做新的决定 你的思想 感受 欲望 及意图 还有你的转世知识 调整了那个结构 将某些潜在的特性 带入实现 而减弱了其他的 口售结束 你有问题吗 10点4分 对于珍今天中午小小的出体经验 你想说些什么吗 珍的意识离开了 她在卧房里睡觉的身体 而旅行到屋子后边 她的写作间里 她在那儿碰到了 也在出体状态的我 而我们有一次非常生动的谈话 事后她坚称 我也是出了体的 虽然我并没有 关于这样一件事的 有意识记忆 我们推测那时 我正画完了上午的画 而在浴室水槽边 洗我的刷子 我每天做的例行公事 一个可以让我的心灵一部分 自由去从事其他冒险的工作 然而既然当她睡时 我是醒的 因此我们猜测 那些同样的习惯性清洁工作 也足以占据我的心神 到令我不觉察我的另一部分 在搞什么 请等我们一会儿 那出体是一个态度改变的结果 而也因为鲁博身体的放松 才使之成为可能 她在练习使用她的意识 容许她自己更大的自由 在那时 你心神的一部分在漂浮 现在 当人们贯注于其他事情上是 他们可能摇动脚 或涂鸦 或敲桌子 他们也在以同样的方式 练习他们的意识 以他们的心智涂鸦 以这样一种方式放松他们自己 游荡开去更新他们自己 而你俩都在那样做 但可以说 鲁博捉到了他自己的尾巴 你俩都在屋子里深游 而鲁博在他心思在的地方 捉住他自己 只不过他的肉体不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这是像一个精神上的涂鸦 所以色彩还不完全 画面还没有完成 整个的对话是使得那 事件看似合理的一个企图 一个替画面着色的企图 次节结束 你俩都做得很好 祝你们晚安 注意 以下两首诗是真为我去年的生日写的 他们很适合放在这 总觉得我是一直认识你的 然而你每天都令我惊讶 以你这个人的新版本 然后再为我所记忆 我在心里鼓掌 说 当然 而你又再变成一个新的版本 那是我前些一向认识的 还有 这个私人的可能性 并非那么坏 当你考虑到 要到达这儿 我们必须履行过的 大众的世界 分子等待 在侧翼 寻找精确的时空跃入 细小的意识数 在几世纪后重聚 由我们曾参与的 上百万其他形式里 找出我们自己 只重组 我们所要的 为罗和珍 为罗和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